氣球塔防Bloons Tower Defense 我做這個影片才知道 它氣球是故意拚B-L-O-O-N 不是B-A-L-L-O-O-N 這款遊戲也很多人玩過了 而且其實老實講還蠻讓人上癮的 而且還有一個最大的優點 就是不用下載也不用安裝 在網頁就可以玩 這在當年分秒必鑽的電腦刻上 真的是很大的優勢 這款遊戲是由Ninja Kiwi 由2007年發行 這是一家紐西蘭的公司 由Chris Harris和Stefan Harris創立 他們推出的第一款遊戲是一個叫做Cash Spring的賽車遊戲 這款賽車遊戲很簡單 就是繞兩圈就結束了 所以也沒有造成太大的迴響 也沒有廣告商願意合作 那就不了了之 後來有一天 創辦人Chris的老婆是建議他 可以試試看把原油會裡常見的遊戲 射氣球改變成遊戲 說不定會有人想玩喔 於是在2007年4月 他們推出的第一款的射氣球遊戲 名字就叫做Bloons 可以說是大家熟悉的氣球塔防的前身 遊戲就是用一隻猴子來射氣球 有各種特殊氣球射到就會發動效果 總共有50關 而且實際玩過我覺得有些關卡設計 真的蠻有創意的 這遊戲我自己覺得做的最好的一點 就是氣球爆掉的音效真的很療癒啊 尤其一次刷一排的時候 那個聲音真的很爽 我覺得這可能也是這遊戲能紅的原因質疑吧 這款Bloons在國外很受歡迎 後續還推出了5個DLC Bloons Power Pad 1-5 還有延伸作品 More Bloons Even More Bloons 還有給小小朋友玩的 Bloons Junior 飛躍要變得非常大隻喔 還有變態極難度的 Bloons Insanity 真的 這款真的不是人在玩的 每一關都像是那種 超級trick shot的影片一樣 保證你玩到腦溢些 Bloons這個系列本身非常長壽 到2010年他們又推出了Bloons 2 Bloons 2 Spring Flink 跟Bloons 2 Christmas Bloons 2這個系列就很明顯感受到 UI設計有提升 畫面變得精緻很多 玩起來一樣療癒 而且玩法更多樣 其實光是一個射氣球 能玩出這麼多花樣 我玩過之後是真的蠻佩服的 這系列主要都是延續Bloons的玩法 只是關卡設計跟道具的改良 但在2007年8月推出的 Bloons Tower Defense 也就是台灣人可能最熟悉的氣球塔房 就是徹底換了一個玩法 當然塔房遊戲它不是首創 我們之前就介紹過 第一個塔房遊戲Ramport 早在1990年就開創這種玩法了 但用Bloons這個IP重新包裝後 氣球塔房就成了Ninja Kiwi最爆紅的遊戲 其中我還是覺得氣球爆掉的音效 真的佔了很大的因素 太療癒了 氣球塔房的主要玩法 就是在一條路徑上 會有許多氣球跑出來 要使用猴子和各種道具 射出飛鏢把氣球刺破 然後盡可能不要讓氣球抵達終點 因為會被扣血啦 只要40點生命值扣完就直接輸了 遊戲裡的道具 第一個是猴子 一次一隻鏢速度也不快 第二個是大頭釘塔 從8個方向一次射8根釘子 冰塔可以冰凍氣球 但冰凍期間氣球無法被刺破 只能用大砲打爆 砲塔會發射砲彈 通常要搭配冰塔一起用 效果比較好 最後是超級猴 射速超快 範圍超廣 氣球則有紅色 藍色 綠色 黃色 黑色跟白色 紅色一戳就破 藍色破掉後會變成一顆紅色 而且速度比紅色快一些 綠色又更快了 刺破後會變藍色 黃色氣球又更快 刺破後變綠色 等於一顆黃色氣球要打4次才會破 再來是黑色跟白色 黑色氣球可以抗爆炸 白色氣球可以抗冰凍效果 而且這兩種氣球爆掉後會變成兩顆黃色 等於一顆黑色或白色氣球 總共就要打9次才會全效 遊戲總共有50關 每關都有不同的氣球配比 然後以前玩這遊戲的時候 大家都在研究怎麼配塔才會有最高效率 但如果你去speedrun.com上面看 世界紀錄玩家就會發現 其實根本沒有這麼複雜 這遊戲有三個speedrun項目 Any% 用任何手段都可以 Glitchless 代表不能利用遊戲的BUG Glitchless No Life's Lost 代表不能利用BUG 而且不能掉任何一條命 我們先看不能用BUG的世界紀錄 這是由瑞典玩家Kill Kid達成的 14分52秒567 這遊戲的計時規則是 玩家可以先慢慢擺好初始的砲塔 即使是從按下stock才開始 其實可以看到 世界紀錄玩家前面15關 所有資源都拿來買最基礎的猴子塔 都是放在這個J型的區域 他只有在第16關 第27到29關買了大頭丁塔 32 36 43 48關的時候買了4個大砲 48關的時候買了一隻超級猴 然後偶爾會升級一下大砲 其他全部資源都拿去買基礎猴 塞滿第一個彎這裡 基本上世界紀錄前幾名都差不多打法 資源幾乎都集中在基礎猴上 偶爾才會買下別的塔 順帶一提 他們幾乎都是用BlueMaximus Flashpoint 這個軟體在跑 這個軟體裡面收錄了超大量的Flash小遊戲 你當年玩過的幾乎都應有盡有 真的很完整 但Mac的安裝比較麻煩一點 如果嫌麻煩的話 也可以直接去Ninja Kiwi的官網 下載他們的軟體 但就只能玩他們家出的遊戲囉 不過也是可以拿來跑世界紀錄的啦 再來就到Any% 這裡就要利用遊戲的BUG了 而且只有下載下來的版本才能用出來 網頁版基本上是無法觸發BUG的 第一個BUG很簡單 就是先點一下你要買的東西 比如這個大頭釘塔 然後按一下右鍵 會發現滑鼠優標可以自由移動 但東西還停留在原地 這時候把滑鼠優標盡量往左 甚至可以直接放在氣球走路徑上 然後連點兩下左鍵 就可以把塔放在最左邊的位置 可以盡早擊破氣球 再來第二個BUG 就是買完以後按Tab鍵 就會看到有黃色框框跑出來 代表現在所選的按鈕 這時候一直按Tab 就可以選到升級道具的地方 而且能用這種方式來點選 可以發現即使金錢歸零了 它還是會讓你買 所以你從一開始就可以有一個 射速超快範圍很廣的大頭釘塔了 看看這個大頭釘密度 已經直接變成一整串了 但你會發現遊戲開始後 打破氣球的錢反而是倒扣的 因為其實剛才的BUG 其實讓你可以透支而已啦 該還的還是要還 不過花完錢以後 又會變回正常 就可以繼續買道具 我們看世界紀錄第一名的 目前世界紀錄是由法國玩家 MuMu Didi創下的 12分57秒75 它的第一個塔 就擺到整個超出畫面了 這個真的要多試幾次啊 他說他花了4分鐘 才把那個塔擺在那個位置 但沒關係這都不算時間啦 接著他升級4次射速 還有升級4次的射程範圍 接著遊戲才開始 接下來要顧的就只有 右下角那個 每關結束會出現的繼續按鈕 就這樣一直躺分到第22關 累計超過4000元的時候 可以買第一隻超級猴 然後用剛才的第一個BUG 把超級猴直接擺在 盡量靠左的位置 然後就重複剛才的步驟 累計4000塊就買超級猴 盡量擺在最左邊的地方 基本上你都執行順利的話 從頭到尾你一顆氣球都不會看到 他跟第二名其實差距蠻大的 應該是因為他在最一開始的塔 願意花時間放到畫面外很遠的地方 其他人的塔都還有一部分在畫面內 所以我覺得這個 目前是真的還有機會上榜 就算你沒辦法向第一名放那麼遠 基本上執行步驟不要出錯 多試幾次 進個前15名應該是不會太難 因為我看第15名之後的人 他們的第一個塔都還有很大一部分在畫面內 甚至像第16名就放一個塔 從頭躺到尾就可以上16名 所以只要開頭花一點時間擺塔 反正也不計時嘛 後續再擺超級猴 應該就可以輕鬆超越 氣球塔房後來其實也一直有推出新作 其中1、2、3代比較像是小升級 2代上了Android平台 3代更多了iOS、PSP跟任天堂DS 2009年推出的4代就有了很明顯的升級 道具跟地圖種類大增 畫面也更精緻 其實我自己是最喜歡第4代 新東西夠多平衡也不錯 打起來很爽也很有挑戰性 2011年推出5代 除了PC跟行動版以外 後續又多了XBOX ONE、PS4、Switch 三大平台都可以玩到 而且開始融入了一些手遊元素 比如美日任務、商城、代幣、寶箱這些 一直到2018年才要推出的最新的第6代 基本上已經完全手遊化了 但玩法又更多元 不過到這個階段 我覺得已經可以把它當成完全不同的遊戲看待了 我自己是覺得要素過多 當然也可能我已經到了懶得研究那些升級細節的年紀了吧 就還是喜歡那種單純的射氣球塔房的感覺 你有玩過這系列的遊戲嗎?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部分呢? 歡迎留言在下面跟我們分享啦 最後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訂閱頻道按下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